好, 回到香港, 回程我們就不搭香港航空, 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國航空的商務艙客位 我們現在就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4號客運大樓 Check-in 就非常快, 按幾個按鈕, 印票出來, 接著backage drop, 這樣就完成 還有商務的乘客都可以用特快通道, 不用一會就過到海關 一過了海關後, 宅宅很近, 在 gate 4 13 旁 登記後, 就要搭升降機上樓上 這個後機室的尺寸不是大, 不過很光猛和寬落 有很多椅子, 但不會固定, 通道也很寬闊 我們先走到餐廳, 在右邊有一陣子落地玻璃, 看飛機也很好 餐廳的座位分開兩種, 有正常坐下在桌上吃 也有個bar lounge 在中間, 感覺就更加隨便 巴桌中間也有香檳, 紅酒, 白酒給你喝喝 自助餐的選擇不太多, 不過東西看上去就很新鮮 不要忘記那一刻是晚上10點 乘客走得七七八八, 但還會拿出新食物 所以這一點一定要讚一下 熱食方面也有炒飯, 炒麵, 燒雞, 都不錯 最開心的是他們有即叫即做的rubensandwich 我發現這個三文治很適合上機前吃 我自己也吃了兩份 背後也有一個飲品counter 汽水咖啡茶那些就一定有 還可以調教自己的cocktail 還有一系列的烈酒供應 這個後機室的餐廳部分可以說是不錯的, 很舒服 除此之外, 這個後機室的設施都是基本的 有幾張椅子 有一個很小的商務空間, 只有兩部機 還有一個寧靜的休息室 裏面只有椅子和幾張loungers 我們去過浴室看看 浴室外面的走廊都掛了一些舊照片 挺漂亮的 這個後機室有四個浴室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設計上是白淨麗麗 而且都很光亮 這裡用的是CO Bigelow的洗澡液和護膚產品 後機室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你說它是不是板板聲呢? 它又不是 不過它就搭實和舒服 還有一些食物很好 好, 我們的飛機拖到閘閘了 這次是坐波音777 我們一起上船 上船, 還想著上船 我們一起上船看看 這次我的位置是14A 老婆坐前面, 13A 跟國泰一樣都是魚骨位 坐下看看 挺舒服的 位置比國泰少許 在左下方有個位置 給你放手袋電腦 它都會供應拖鞋 和一個小便袋子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袋子裏面有些什麼 座位旁邊就有一排制 configuration和國泰都相似 可以調校三種光度 可以攪拖椅子 下面亦都有一堆電插 亦都有一個USB 亦都有一個BASIC的遙控 在前面有一個細小的空間 裡面有一個BASIC的靜音耳筒 以及前面有一塊鏡子 可以照一下自己的壞樣子 按一個按鈕 電視就會彈出來 都是輕觸式螢幕 氣的種類都很新 亦都有很多可以選擇 不過大家都看到 輕觸式螢幕 不是太責任的 看起來都沒有反應 所以都是用回覆蓋會好些 將餐桌在旁邊抽出來 然後再翻出來 都幾實正的 不會上下這樣震 座位介紹就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就起飛 但是這一刻 就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那一晚天氣不太好 又下雨又大雨 飛機都延遲了九個字 才離開停機坪 我們都以為可以起飛 但是Taxe組沒多久 飛機就停下了 接著隔了不久 機長就廣播 因為天氣原因 就不准起飛 所以要回到閘口等候通知 再過了不久 惡夢就來了 Pilot Time Out 即是機長超時 要換過機師 即是意味著 明天才可以起飛 沒得了 糟糕了 航空公司都有安排酒店給我們 不過那時已經是差不多凌晨1點了 如果我們排隊拿房來 可能4點才出到機場 那時老婆都累了 所以我決定不拿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 快快手衝出機場 自廢一間酒店房睡 第二天 我們重新開始 由頭來過 今天陽光普照應該沒事 班機都延遲了差不多有15個小時 不要介意了 我要回到室室 再多吃兩碟食物 先吃兩碟食物 先說一下飛機上的食物 第一餐我叫了焗魚 半菜就是白飯和強烈氣流 大家都有眼看 食物不是很飆青 有個Palmahem的前菜仔 一大碟沙律 魚很沒味 很淡 不要緊 快點吃完飯 看電影 然後睡覺 按按鈕 先把床變成床 床還可以 夠闊夠長 轉身都不會太頂 睡醒了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Amenity 袋子有些什麼 它有一對Kohan的襪子 以及眼罩 都是Kohan 另外有一支筆 還有一些茶手東西 還有牙膏牙刷 很基本 早餐我就很老實說 延遲了這麼久 又閃了一段時間 我就沒什麼心情吃了 雖然這部機器有些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安全回到家就可以了 美國航空這部機器就有好又不好 Lounge很漂亮 座位很舒服 但是食物和服務都差一點 都沒所謂 Bottom line At least it's not united 多謝大家收看 但是飛機片都不用我好久 今年我還有幾個旅行 Business 旅行 到時再拍些飛機片給大家看 其實現在計算數 可能緊接那條片都是飛機片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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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